丹丽完全饿饿鸡整 请问这个导演 因为这亲爱的这个故事 是一个改编的一个故事 但就在这个昨天 这个原创的那个女主角 她告诉这个媒体 她觉得在电影中 有曝光了她的画面 跟这个有一些虚构情节 有侵犯到她的权益 那希望这个剧组这边呢 可以公开的澄清 跟她道歉 否则不排除 提出的告诉 然后想问一下导演这边的回应 好 谢谢 其实我今天早上 也看到这个新闻 那么其实我觉得 细节就很难说 说得清楚 但是毕竟就是说 这个事情是 我们一路有考虑 而且电影本身 它就是拿着原型的故事 去改变去虚构的 在前面每一次的发布会 在大陆我都有澄清 说下半的很多剧情都是虚构的 因为原型里面 它确实的剧情就去到前半 到找到小孩 它希望拿小孩回来 那个女儿回来之后 那下半的剧情 其实很多都不完整 所以在一个电影的 所以在一个电影的立场上 确实你无论有原型的故事 很多时候的电影都虚构 那电影里面我们也写了 很多事情并没有发生 这个作为一个电影来讲 我觉得是肯定是没这样做的 那么我觉得唯一的分别就是说 这个戏到最后我们用了一些 纪录片的片段 这纪录片的片段其实有的 也不只是有高永夏 就是这个赵薇的原型 也有黄博的原型 也有张义的原型 不同的角色 好累的原型 他们都在 还有很多不同的父母 小儿丢了的父母 对我来讲 其实我觉得有了那个纪录片 使到大家更加关注 这个拐卖儿童的问题 而且这个是一个持久 持续的问题 那么我觉得这个会使到观众 能够更感受到 这个故事的痛 这些父母的痛 那么我觉得 在这个基础下 我只能说 我要是对某一个个人 造成他的生活的困扰 我代表去除 更代表我个人 对他抱歉 但是别的东西 我还是这个是一个法律的问题 我不方便在这里回应 好 谢谢刀业 确实所有的电影在改编 无论是改编制 真实故事或者小说 都会做一些剧情张力的微调 所以呢 我们如果真的影响到当事人 刚刚导演也代表 跟大家抱歉 跟他们做道歉 谢谢您的提问